看来这事儿还真不是那么简单 早知道还是找个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来帮忙 妙 我没看花眼吧 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了 难道有怪兽出现了 不不不 你们看这个 哇塞 来信上居然还有金枪鱼 金枪鱼 对呀 就是金枪鱼 金枪鱼在泰克诺可是超级美食呢 把鱼肉剃骨后用油腌一下 做成金枪鱼罐头 光是想想就船得不行了 原来这种食物在两个星宿都很流行啊 这听起来确实有趣 陈飞 能帮我点个外卖吗 这家店好像不能够送外卖呢 可是上面说了他们家一天只做十份 我们得赶紧去 既然这样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去店里吃吧 先别着急啊凯莉 忘了你的猫耳朵还有猫尾巴了吗 你就这样子出现的话 店里的客人可都要被你吓跑了 对啊 这么一想 凯莉好像确实没有一个人出去过呢 以我凯莉的智商 这些问题我能想不到吗 放心吧 我早有对策 对策 这下耳朵和尾巴都藏得严严实实的了 这样肯定没问题咯 金枪鱼关头意大利面 我来咯 这样子真的没问题吗 就是说凯莉总是这么风风火火的 真让人有点不放心呢 之前总在基地里待着 都没空好好逛逛星园市 原来这座城市这么大呀 想起以前泰克诺也是这么繁华这么热闹 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这人怎么了 猫人 不过是妖怪吧 糟了 我该怎么办 好奇怪啊 这够美物 可以啊 康 哦 很好玩好 这段演得很不错 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拍下一场戏 哎 拍戏 原来是在拍电影啊 走吧走吧 真太闭神了 他点以为真不可怕 你没事吧 太感谢了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 都是小事 我只是看到有外星人遇到困难 忍不住想帮一把 外星人 你 你别胡说 我可是土生土长的蓝星人 你们绝对是误会了 你这模样很难让人相信啊 没关系的 我们身边有很多形形色色的朋友 这样的经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就连那个大名鼎鼎的龙战士 也是我们的朋友 就是龙陈飞 我们和陈飞已经认识很久了 原来你们还认识陈飞啊 啊 难怪你们不会被我吓到 我是凯莉 请多多指教 我叫少杰 这位是美琪 请多指教 对了凯莉 你原本是要去哪里啊 我差点忘了 我的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 啊 有没有搞错 原来你是想来这吃意大利面啊 这家店确实挺有名的 好多人都来打卡呢 我心心念念的意大利面啊 美琪 你有什么办法吗 这个嘛 那我试试去拜托一下看看吧 让各位久等了 招牌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 请卖用 妙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卖完了吗 是我特意拜托他们 为我们再做一份的 可别骗我 这又不是什么小事 拜托一下就行了 其实厉害的呀 是美琪的爸爸 所以看似不可能的请求 有时候也是可以有的 我爸爸刚好和这家店的老板认识 他们以前是老同学 而且还玩得特别好 所以我就打了个招呼喽 原来是这样 好了 现在赶紧吃热吃吧 美琪 少杰 认识你们真是太幸福了 不好意思啊 让您久等了 这是您点的宁和轩六人份点心 星园赛车用来送外卖 可不要太方便 陈飞 别用星园赛车送外卖了 你忘了清风怎么说的吗 放心 只要不被抓到就行 打扰你送外卖了 被发现了吗 先不说这个了 我想让你先去调查一件事 发生什么事了 根据获得的情报 一个凶恶的巴鲁托星人 潜入了星园市 而且很危险 我已经把敌人可能藏身的位置 都发给你了 你尽快过去 确认一下 好的 那得赶紧去确认了 我和烈焰冲锋车一起过去 好嘞 还是执行任务更适合我 快上车吧 我们赶紧出发 没问题 哇 值得好满足 我刚刚就想说 星园市真是个好地方 大家都充满活力 让我想起了在泰克诺的日子 泰克诺 那是我的家乡 凯莉的家乡 是什么样的星球呢 和你们这里差不多 曾经也是个很繁华的地方 那现在呢 现在 它已经灭亡了 它已经不复存在了 对不起 不该勾起你痛苦的回忆 没关系 是我自己先提起来的 好了 咱们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了 我们难得成为朋友 应该多说说开心的事 朋友 没错 蓝星和泰克诺 跨越宇宙的友情 不是很酷吗 跨越宇宙的友情都出来了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吧 夸张又怎么样 反正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我懂你的意思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是朋友了 有困难就要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知道吗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有件事我想拜托你们 你尽管吩咐 其实很简单 我想到处逛逛星园室 所以可以请你们做我的导游吗 这个小菜一碟 交给我们好了 是吧 美琪 当然没问题了 好好好 好像就是这里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来了 宇宙守卫队果然名不虚传 你就是那个巴鲁托星人吗 没错 正是笔人 在这种地方建造基地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我只不过是在这里做点小研究 看看能不能用蓝星的无镜金属和恒星能源 造出点有趣的怪兽仅此而已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用无镜金属和恒星能源造怪兽 别做梦了 你以为我们会坐视不管吗 你的意思是非要阻止我不可了吗 这可由不得你 虽然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但也只能先用在那家伙身上试试了 你要干什么 出来吧 金牛上 这街逛得太开心了 这是地震了吗 怪兽 是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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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对付他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去吧 金牛兽 拿出你的实力 给我尽情的破坏吧 请不吝点赞 这功率还是不行 没达到我要求的效果 什么 这就倒下了 陈飞 跟我合体吧 光速开装 聂应冲锋车形态 就车 到我了 陈飞 接下来一招结束战斗吧 好的 烈焰冲锋剑 冲锋剑斩 金牛兽快回来 去哪 看那边 你想逃到哪里去 那家伙哪儿去了 如果再让我碰到那个家伙 我非得好好收拾他一顿不可 总算把那家伙甩开了 金牛兽开了还得再调整调整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我得好好想想 不愧是龙战士 战斗力不是盖的 那是 是啊 刷刷两下 就把地震大趴下吧 难道是 凯莉不是 凯莉 都没使出他十分之一的功力 艾克诺的天才科学家居然在蓝星 真是山崇水赋移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能认识凯莉你这个朋友 我们也很开心啊 以后一定要多少机会聚聚 我们可说好了 凯莉 你怎么了 你是什么人 我一直在这里等你呢 凯莉博士 可算是等到了 你是谁 忘了跟您自我介绍一番了 敌人乃是巴鲁托星人 巴鲁托星人 我听说过你 我等小明竟能入得了 泰克诺天才博士的耳 这是多么至高无上的荣幸啊 不好意思 实在是因为你的名声太臭了 想不知道都难 这话听得我更加是飘飘欲仙了 对巴鲁托星人来说 恶名可是最好的荣誉 别废话了 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道爷没什么 只是有件大事想找你商量 你以为我会在这听你废话吗 果然 我早就料到你会敬酒不吃吃罚酒 不过没关系 我自有办法让你乖乖配合我 美琪 少姐 你休想奈兜看力 实际的话 你快点给我闪开 好帅呀 凯莉你真是太棒了 看来你有点功夫在身上吗 同样的招数 你还消失两遍吗 让你尝尝我的正义之拳 等一下 在你动手之前 是不是应该先看看这个 你的朋友在我手上呢 悠着点 你可真够卑鄙的 回答目的不择手段 是我们巴鲁托星人最赢以为傲的优点 呃 呃 巧 这不是奏效了吗 呃 凯莉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吗 嗯 她说要去逛街就出去了 去远地方了吗 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对了 凯莉帽子上的隐藏式摄像机 刚才传了一段数据过来 巴鲁托行人 陈飞 现在马上出动 去找到凯莉 这就去 说吧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首先 希望你能帮我看看这个 这不是刚才 金牛兽可是我倾注心血的巅峰之作 只不过可惜的是 目前还是个半成品 半成品 我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 根本是想试试把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结合起来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这两种能源太过强大了 根本控制不住 总是达不到理想效果 你这想法真够筹钱的 但也挺疯狂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调整这个装置 果然 聪明人总是一点就通 那你能帮我搞定这个问题吗 你的朋友可还在我手上哦 我答应你 凯莉 别担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们出去的 我凯莉绝不是会弃朋友于不顾的人 飞烟跑车 是要去找凯莉吧 我也来帮忙 你说你能帮忙 是不是你知道些什么的意思啊 没错 告诉你吧 我可是有找到凯莉的特殊能力 哦 你还有这种本事 那当然 新元赛车和搭档之间默契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话 就能感应到对方的位置 太牛了 新元赛车还有这种神奇的设计呢 要真有这种能力的话 我们可就轻松多了 什么 搞半天是假的呀 老爷子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啊 嘿嘿嘿 但我确实知道一些线索 跟我来 跟着他真的靠谱吗 你有没有觉得绳子好像松了点 劝你们两个最好别耍小聪明 我这边弄好了 凯莉 怎么样 装置是可以用了吗 现在开始 你可以最大限度的 利用无尽金属和恒星能源 这两种能量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 不过是一个山洞罢了 陈飞 那个位置应该没错 你确定吗 还真找对地方了呀 刚才感应到了恒星能源 和无尽金属 应该就是巴鲁托星人 制造的怪兽没有错 真是太厉害了 飞烟跑车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都是一些直觉和经验罢了 我从前就喜欢留意一些 可能潜藏着坏人的地方 时不时的还会去巡查一番 让你去调查的巴鲁托星人基地 也是飞烟跑车 在一次巡查中 无意间发现的 那地方也是你发现的吗 老爷子 真是令人佩服啊 年轻时学的那点技术 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输出提高至108 109 110 居然稳定下来了 泰克诺最优秀的天才头衔 果然不是浪得虚名啊 你的能力真是令人太为观止 我答应你的事办到了 现在可以放了我的朋友吗 你的确帮了我的大忙 不过嘛 我恐怕不能让你的朋友 活着离开这里 你怎么能出尔反尔 因为我想看到 他们脸上怨恨的表情 怨恨怎么会和你成了朋友 什么 你太无耻了 飞烟砍车 竟敢妨碍我 大家都快上车 不过没关系 反正我最重要的目标 已经达到了 凯莉 少吉和美琪拜托你了 交给我吧 今天就让你尝尝 变成牛排的滋味 吃飞 跟我合体吧 光速开装 烈焰抽风形态 很好 完美的作品 当然要由我亲自操控才过瘾 你就站在那里 好好领教我这 种极青牛兽的毁灭力量吧 这家伙怎么力气这么大 什么科学 从没有人能在力量上超越我 金牛兽的力量得到了大幅提升 竟然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三 哈哈哈哈 不愧是我呀 我的天才发明 果真是无人能敌 对手太强了 陈飞 和飞烟跑出合体吧 你是想到了对付她的办法了吗 你先按我说的做 知道了 光速开装 威严战开心态 以为换一身更坚固的铠甲 就能改变结果吗 别天真了 这样下去 通话撑不了多久 凯莉 我们的多量计划到底是什么 坚持一下 时机一当 我会立刻决会你反攻 别挣扎了 就让我送你最后一程吧 快点 就是现在 勾起她胸口上的引擎 什么 好像成功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她趁我不注意在引擎上动了手脚 不对 她应该没有足够的时间才对 没错 但是你一定没想到 就算在你眼皮底下 我也能找出金牛兽的弱点 你说什么 虽然只是短暂的一颤呢 但是也足够我搬回一城 我怎么听不明白 以两种强大能量作为驱动的引擎 在连续一转时 为了防止过热 会有一瞬间的停歇 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你竟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发现引擎的弱点 并完美地利用它 这怎么可能 在我严密的监视下 你居然能如此精准地捕捉到 那个瞬间 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对你来说不可能 但是对于我天才凯蒂来说 简直就像小孩子玩泥沙一样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陈飞 该结束战斗了 好 那就战斗吧 阵暴重锤 热腾腾的银河点心做好了 请享用吧 看着就好吃 还真让我有点意外 凯蒂 你居然跟少姐和美琪 都是认识的呀 什么认识不认识的 说得这么疏远 真让人伤心 我们可是朋友 原来如此 下回我们去吃肉吧 我请客 那可要小心点 别又被抓走咯 别胡说 上次那是意外 肯定不会再发生了 好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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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啊